高雄有民众到餐厅点了一份 宁香明太子鲑鱼宽扁面 上餐之后呢 认为上头的明太子是虾卵 找来人员一问 结果对方回答是鱼卵 让他觉得以高价的食材当名称 却用低价食材出餐 质疑根本是在欺骗消费者 压一压搓一搓 橘黄色鱼卵怎么搓都不会破 就是这样顾客越来越怀疑 点的是明太子送上来的 却不是 手感跟口感不一样 口感气味和认知的明太子完全不同 原来他到高雄一间餐厅 点了宁香明太子鲑鱼宽扁面 餐点送来后 上头的鱼卵怎么看都不像明太子 找来服务人员一问 原本都说是 没想到最后却说是鱼卵 让他觉得用高价食材当名称 低价食材出餐 质疑欺骗消费者 明太子是血鱼卵腌制过的产品 并不是所有的鱼卵都可以称为血鱼卵 最后我也是有到柜台要做结账的动作 有三四次说我要付这个餐费 但是他们柜台的员工就是不肯熟 实际比一比明太子是血鱼卵 500克价格大约600元 室友用盐巴腌制处理 其他鱼卵500克价格大约480元 颗粒虽然较小 不过两者口感差异不大 明太子 鱼卵 食感 味 名称写明太子出餐确实鱼卵 店家表示将会下架产品更改名称 后续我们应该名称会先改掉 那目前产品也都已经先下架 吃出差异难免有被欺骗感受 食材真实用了什么还是明确标示 毕竟要是发现失去的可是顾客信任 记者柯程号庄祈渊高雄采谋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